像這種非常疑似政治打手 甚至這種有沒有裝竊聽器 監控高雄市市長的一切的作為 開放民主真的不要這個 讓人覺得兩個是噁心嗎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一個攝影官有鑰匙 我聽說有一個Q版的韓國瑜 在高雄為首領 每個禮拜要開一次會 他是不是Q版韓國瑜啊 有像嗎對不對 好還有一個爆炸頭 他每一兩個禮拜也要來高雄一趟 市長要劃整包說藍綠要和解啊 我們趕快為市政來努力啊 誰理你啊 趕快黑寒 趕快卡寒 趕快滅寒 那後面的路才好走吧 對方是這樣想的 高雄市很多的局處 其實已經被癱瘓了 其實已經被癱瘓了 你們自己內部在做任何事 其實自己內部就會卡自己人啊 甚至到了重要關卡的時候 他還會爆料給媒體 像這種非常疑似政治打手 甚至這種有沒有裝竊聽器 監控高雄市市長的一切的作為 包括我隨身的秘書跟隨父有沒有被 被收買 或者被指示不正當的指令 嚴格監控韓國瑜市長的行為 可以到此為止 台灣民主真的不要這個 讓人覺得兩個是噁心嗎 자주報道 為了 如果你聽訊 我來不想請你 那我可以用結合 很多人呢 我來不留待